七北市一一零你好 民眾拨打一一零 禁止中心接通後立刻處理報案 但有女子遇上暴力事件 她躲進房間打一一零求救 接通後卻因為淚崩十三秒 沒講話被警方掛斷電話 讓她想問被一一零掛電話 這是正常的嗎 喂 報案請說話 喂 您好 有聽見我的聲音嗎 聽到聲音請說話 喂 不說話 我這邊要掛斷電話 避免暫現影響到其他報案的權益 依照SOP一一零 都會先再三詢問報案內容 如果報案人遲遲沒回應 就會被判定無聲暫現 將會告知掛斷電話 如果民眾自己斷線 請止中心也會主動回播 但民眾報案時 如果真的不方便說話 最快方式打一一九 消防請止中心有這招 電話通音的方式 就是會請民眾按電話的數字鍵 因為需要協助請按六 而且你是需要救護車嗎 如果需要救護車請按九 就怕民眾緊急狀況無法說話 消防員會主動用數字密碼 當暗語溝通也能協助民眾救援 目前國內通用緊急電話 一一零時遇到刑事案件 吵架打架或是想檢舉違庭都可以 遇到火警或受傷案件 需要救援就撥一一九 如果所在位置沒有訊號一零一九都打不通 可試試撥打一一二會有語音協助轉接 一零你好 另外緊急情況來不及講地點 用室內電話警銷能直接定位 手機則透過警針APP報案 能查詢定位 但如果真的碰上緊急狀況 警銷也能透過電信業者 查詢報案人發話位置 民眾有事報案真的不用怕 記者楊中盛 張貝茲 裁縫的喔 produced by www.naginno-racった.acadiniIP法 李宗盛 搭証案的